亲爱的弟兄姊妹 大家平安 今天是9月1号 而我们今天的经段是 耶利明书37章1到21节 愿上帝的恩典永同在 并且让我们能够听见祂的话语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帮助我们聆听祢的话语 并且知道照着祢的话语来行 便是有福的 我们在这里献上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今天我们的经段是 耶利明书37章的第一节到21节 而我今天要先读的 在这里所读的经段是从第一节读到第10节 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嘉代替约亚靖的儿子 戈尼亚为王 是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利在有大帝做王的 当西底嘉和他的成仆 应国中的百姓都不听从耶和华 没有把他求在坚里 法老的军队已经从埃及出来 那围困耶路撒冷的迦勒底人 听见他们的风声就把引离开 耶路撒冷去了 耶和华的话 也只是说你们不要自欺说 迦勒底人必定离开我们 因为他们必不离开 你们即便杀败了与你们 征战的迦勒底全军 但剩下受伤的人也必各路 各人从帐篷里起来用火浑烧这城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所读到的经段 是耶利米与王之间的争论 在犹大国最后的这几个王当中 其实这几个王其实各有他特别之处 西底迦王其实是犹大王最后一个王 但是他跟他从前的这几个王 其实是非常的接近 他其实是跟前两个王 他们都是弟兄或是属子的关系 前一个王在就任三个月之后 就被尼顾贾尼杀给奴去 而约雅进是西底迦的亲兄弟 他同时同样的也被尼顾贾尼杀给奴去 我们可想见王被奴走之后 这个国家的损伤有多难免造 因为不只是王 还有王宫里面的一干人等 包括这个国家里面最精华 最精英的那些人 但是即使遭受了这些捆绑 但是就位的即位的西底迦王 仍然他有不顺服的心 他仍然不听先知 不断上帝不断透过先知 在警告犹大国的内容 因为耶利米其实正在宣传一个 你们要顺服的 类似像投降的一个宣告 而这个宣告正在严严的警告 当今的掌权者 你们要小心 如果你们愿意顺服 那么上帝会保全或保守 会再留给你们一条佛路 但是西底迦王却不实心 即使他是被尼布贾尼上给扶持起来 但他仍然暗示的勾结了埃及的军队 以致埃及以为有援军可以帮助西底迦王 因此在这里 其实是尼布贾尼上正在兴起大军 处前五百八十八年的时候 他再一次的侵略巴勒斯坦这个地方 原因很简单 是因为西底迦王停止了 对尼布贾尼上的纳供 当你停止了纳供 表示你开始兴起不顺服 当他大军压禁的时候 埃及的军队出兵了 出兵 是的 这时候尼布贾尼上的军队一时的退走 以至于当时候有很多挣扎的情节 在那个里面正在 但是先知仍然奄奄的警告 说 尼布贾尼上的军队 总就会来毁灭你们 你们不要沾沾自喜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终究要好好地去听见 上帝怎么在一个混乱的 混乱的世代当中给我们的讯息 当我们好好去听见这些警告的讯息 不要只是去听那些对我们好听 顺我们心意的那些话语 更要紧的是 我们要谨慎地听见 上帝在这个时代 对我们所说的 但愿我们不要像西里加王一样 毁于一旦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帮助我们 知道 你正透过先知 透过上帝你的话语 让我们在这个混乱的世代当中 好好的去听见 你的话语 求主帮助我们 慎重地知道 唯有在你的话语 我们才知道 我们是谁 我们的上帝是谁 帮助我们 真的静听 在这个混乱的世代当中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